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 你们好感受观旧招娃游戏 我是聂俊 今天我们不聊单独的游戏 今天我们也不恰饭 今天我就坐在这里 饿着肚子 来聊一个比较棘手的话题 聊聊到底什么才是好游戏 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 老观众都知道Gamker起家的视频是游戏测评 我也说过 严肃有价值的测评是非常重要的 但后来在17年年中 我们去掉的测评两个字 改成了贱赏 那赏嘛 自然更多都是褒译的 很多喜欢看喷游戏的人 就觉得不过瘾了 就质疑 我们是不是没钱敢说了 不敢批评了 是不是收了游戏公司的钱了 是不是被观众喷怕了 是不是违背了我们的初心 打脸了呢 我看来真的突然下意识打了 还真的不是 我们就知道玩游戏这个视频 所做的游戏都没有收钱 而收过钱的推广视频 都叫做工科搜索科 是一个一看就知道的恰凡视频 所以不存在收了钱不敢批评的问题 我也承认 随着我们的名气渐渐做大 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样 完全孤立了 而这和各大游戏开发公司 发行公司 都有密切的联系 但没有收钱 所以他们就不能左右我们想说什么 但同时呢 这些公司也都并不在乎我们去批评他们的游戏 他们认为 只要如实准确表达就好 不要把有的说成没有 黑的说成白的就好 至于是批评是表扬 他们不在乎 反正游戏最后卖的好不好 不是我们违心的表批评下就能左右的 甚至说很多团队还很希望我们多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比如 天国拯救的战马工作室 一开始并没有取得沟通 但是我们出了视频之后 他们就联系我们 表示很感谢我们对游戏提出的建议 的确帮助他们在这条片里做出了很多修改决定 所以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不是一定就无伤不坚的 他们一方面在宣传推广上面 会鼓吹自己游戏多好多好 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但他们同时也会接受业界和玩家的批评 这并不矛盾 那话说回来 我们一 没收钱 二 没有游戏公司给压力 我们为什么就不撤平了 不开骂了呢 是自我阉割了吗 还是被观众骂怂了呢 我们要是这么容易怂的话 也不会走出脱根了 对吧 在我看来 我们反而是成长了 也不是说要打过去的脸 虽然我也没少打脸 但是一个公司其实和个人一样 它是会成长的 体量在成长 文化和思想也在成长 很多东西我们以前这么想的 但是随着深入的了解 想法可能会发生改变 没有什么是不变的 都说不忘初心 但如果初心是错了呢 古人还说过 知错能改 三摩大焰 那古人到底说的哪一句是对的呢 喊喊口号都很容易 但真正做到才是困难的 我们并不确定定一个初心 是不是永远正确 我们只能确定一件事情 那就是现在在这个当下对得起观众 或许未来 我们或许又会出个视频 来反驳现在这个视频 但不表示现在就错的 也不表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 过去就错的 这叫补充 这叫变迁 这叫成长 所以我认为这几年 我们对游戏的理解 想法 态度 都相较过去有了成长 也是基于这个成长 我们的视频风格 才慢慢转变成新来这样 或许没以前痛快了 或许没以前尖锐了 但其实却是我们认为更想表达的 更有价值的 因为我们贯彻了现在的想法 不为了播放数据而迎合市场 不说违心的话 那我们的心路成长或者说 转变的逻辑是什么呢 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视频的标题 到底什么才是好游戏 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 所以这个视频 一方面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思想转变 希望能让大家对游戏有更深的理解 哪怕不同意也不要紧 也能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 也算是我得一次思想报告吧 我们好久没有像这样坐着聊天 说说我的想法了 到底怎么才是好游戏呢 这个问题有好几层逻辑层层递进 我们先来说最简单的第一层 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喜欢的权利 但客观事实不以自己喜欢而转变 每个玩家对游戏的需求和胃口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就是喜欢玩设计游戏 有些人就是喜欢回合制游戏 当然每个玩家都有绝对的权利去表达自己不爱玩某个类型 比如我 就是不怎么喜欢玩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这甚至都不需要试死捍卫 这就是天经地义的权利 但是很多人一开口却都把逻辑给搞错了 认为自己不喜欢的就是不好的 比如 经常有人说 这不就是兔兔兔游戏吗 有什么好玩的 这就是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或者 这不就是刷子游戏吗 有什么好玩的 以及 最近经常听到的 怎么又是RPG化呢 垃圾 这种都是逻辑错误 我们完全可以说 我不喜欢兔兔兔游戏 我不喜欢刷子游戏 我很讨厌RPG化的游戏 这都没问题 不喜欢拉倒吧 但 因为我不喜欢兔兔兔 所以这不是个好游戏 好 这逻辑就很迷了 如果非要严谨的说 我不喜欢兔兔兔 所以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好游戏 哈哈 但一般人没人会这么繁琐的说话 而且我相信说那些话的人也不是这个逻辑 当然 这一层逻辑其实大家都还是很好明白的 虽然我们有时候确实会犯这个逻辑错误 但更多只是情绪上的意识没控制好 都是烦人嘛 都有各种情感 我有时候也会说这种胡话 我相信大家内心还是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再重复一次 我们有全力表达自己的喜好 但客观事实不以自我的喜好而转变 好 第一层逻辑很简单 我们接着往下说 这一层就复杂一点了 现在默认游戏和受众群已经匹配 再来看游戏的各种缺点 是不是可以卷起袖子 开喷了呢 呵呵 再缓一缓 其实这里就可以尝试换位思考了 换到开发者的角度 一个游戏 它某些人眼中的缺点 其实很可能是开发组 在选择和妥协中的副产物 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留下的 因为开发游戏 并不是有人以为的那么天花乱坠 那么自由 很多玩家认为 只要我脑洞够大 对游戏逻辑够严谨 玩的游戏多 知道怎么才是好玩的游戏 然后技术团队实力过硬 那就可以随意发挥天马行空 呵 too young too naive 就算一个团队技术非常牛掰 什么难题都能够解决世界顶级水平 制作人 刺划人等等也都是资深游戏玩家 理论知识 开发经验 游戏履历都足够丰富 他们也依然不能开发出心目中完美的游戏 开发界有这么一句话 不管再好的作品 其实都只完成了制作人心目中的60% 这句话我是深信 也深无体会的 团队在开发中都必然会被迫做出很多选择 这些选择大多是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 想要达到某个效果 就必须得放弃另一个效果 或者必须得承担新产生的副作用 举个例子 动作游戏要不要跳跃呢 有了跳跃就能够空中连招 爽快度大大提高 地图设计也能给它开放 但同时玩家一定会在游戏中 胡乱跳 不好好走路 这就势必会降低叙事感 主角的设计也不能是阴暗型的 游戏风格也不能是哀伤沉重的 笨笨跳跳毕竟确实会把气氛带来换快起来 而如果不能跳 战斗系统又不够爽快 这是开发组必须权衡摄取的 因此大多数主角能高高跳起的并做出动作的游戏风格一般都比较明快狂野 不管是动作游戏的鬼气 忍龙 魔女 还是设计游戏的CS 雷神之锤 守望先锋 但如果是比较讲究代入感 调性沉重的类型 主角要么不能跳 要么跳不高 比如同个开发组的神秘海域就跟猴子似的 而最后的生还者就不能跳 曾经魁爷多么狂野跳得老高 新战神脾气收敛了 内心有了包袱就跳不动了 而乌斯杰勒特则跳得很低 安全落地距离也很低 恨不得原地起跳都能甩死 就是制作组不希望玩家作为手磨猎人到处笨打 成何体统 这对很多玩家来说就是一句 怎么这游戏不能跳呢 好像非常简单 拍个脑袋就能想到的功能 却不知道这背后开发组为了这功能 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激烈的论证 另一个最近争议很大的例子 到底要不要RPG素质化 不RPG化系统简洁 玩家不用考虑太多 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战斗系统上 而RPG化能有更自由的角色制定义和成长空间 能延长游戏生命周期 两边都有好处 开发者确实很纠结 要怎么选择 顺便揭露个真相 到底要不要RPG化 对玩游戏体验区别很大 但对开发来说其实是一回事 不RPG化也一样有素质 只不过相对固定并且隐藏起来而已 而且一样会随着游戏流程 变相的提高这些素质 比如解锁伤害更高的招式 解锁更多的好用的连招 获得更强的武器等等 甚至很多前期是boss 后期就是杂兵的那些敌人 后期杂兵版本也会相应的调低各种参数 所以随着游戏的进度 玩家确实技术会更随炼 但是确实 素质也在偷偷帮忙 而素质RPG化的游戏同样可以不依靠素质 只依靠自己的技术 你们看《怪物恋人》里多少局局光的身子屠杀古龙 黑魂里多少异乡人暴露的身体到处跑 不管是否RPG化 开发组都要进行数值设计和成长曲线设计 不存在哪个偷懒 制作组要纠结的是要获得哪一边的红利 以及面对什么样的玩家群体 还有其他例子 跳跃时空中能不能转向 要不要加一个加入跑按键 地图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 战斗后会不会自动回选 系统是简化还是复杂 是计时还是回合 这些玩家在喷的时候也就一句话功夫的事情 对开发组都是天大的事情 而选择之后产生的优点和缺点 制作组都要反复对比验证 反复纠结思考 所以很多我们喷的缺点 并不真的是缺点 只是制作组为了达成效果 而不得不承担的反向效果 制作组心里门清 甚至是故意这样的 哪怕是刚才说的天国拯救的战马工作室 说感谢我们 那也只是客套话 去年很多人喷的《花影大标课2》 说他节重脉 动作墨迹 总是在跑腿 人才济济的二星难道不知道吗 难道没人提出来过吗 他们肯定清楚 也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批评 但他们就是选择这么做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而事实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讨厌这个效果 市场反馈还是很好的嘛 那你说 如果是测评 我是应该喷他节奏慢呢 还是夸他节奏慢呢 有人说 我们才不管开发难不难 我们是玩家 反正玩的不爽 就是要批评 那好 我站在玩家的角度 那我是应该站在哪一边的玩家呢 是站在节奏慢的玩家那边 还是站在节奏快的玩家那边呢 不管我站在哪一边 我都不能代表所有玩家 因为玩家不是个体 是一个复杂的群体 我们真正应该站在的是开发者的角度 去揣摩 去理解 思考 开发组为什么这么设计 这么设计是想表达什么 是想面向哪一类玩家 是想哄托出什么样的体验 是做出了什么社区 然后把制作组设计的这些核心体验都表达出来 至于喜不喜欢 买不买账 交给各位自己去判断 事实上我们今年开始一直都这么做啊 我觉得这才是鉴赏 这才是从玩家角度出发 从游戏艺术出发 这才是真正对得起所有玩家 也对得起制作组的测评 所以第二层逻辑 是各有所好的延伸 大家很多时候会抱怨缺点 但仔细想想 7成左右的都不是真正缺点 都是制作组的选择和承担 只是出来的效果 刚好不符合喜好而已 而这就需要玩家对游戏开发有更深的了解 这就是我们未来游戏开发自行师的工作了 那接下来 是不是这么说 就没有真正的缺点 就没有烂游戏了呢 当然 上一个逻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 不是所有缺点都可以用这个说法来糊弄的 比如最直接的优化不好 卡顿以及大量的bug 这些当然都是实打实的缺点 没得洗 也没有公司会故意做出这样的体验 嗯 不对 bug体验 我还真不敢确定 哈哈 好像游戏公司就是一次没卖点的 开玩笑 当然这些显而易见的缺点就不论证了 第三层逻辑肯定不包括技术上的问题 我们依然聚焦在游戏设计 看看哪些设计是真正的缺点呢 我们可以用上一个逻辑反向思考 刚才说制作组为了达到效果 必须反复纠结对比思考平衡然后舍取 那反过来 不愿意或者不能做出舍取的 往往都没有好果子吃 比如说 不愿意舍弃某些玩家 不愿意承担副作用 想要搞一个大而全 能凝合所有玩家没有缺点的完美游戏 不管动机是出自美好的追求完美 还是纯粹的只想赚大钱 这种想法都会导致游戏反而平庸 虽然看上去面面俱到 但却是没有特点 没有游戏核心体验 没有找到真正的乐趣 我也不怕得罪谁 点几个名 圣哥就是最近经典的反面教材 早在游戏发售之前 我就在直播里说过 不看好这个游戏 我称其为大数据游戏 哪个方向的受众人群数据最大化 就加入什么 结合了一堆别的游戏里单独的成功因素 这种妄想把全世界玩家一网打尽的作品 别说开发组管理出问题了 就算没出问题 我也不认为这个游戏能成功 这个游戏的缺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的存在就是这个缺点 这样的游戏我们一般就不做视频了 不给它曝光就是最好的批评 同样的育碧老儿上一代的 《幽灵行动荒野》也有这个毛病 我也认为不是个好作品 相反 这一代的断点 IGN给出了比前作更低的评分 我个人认为不认可这个评分 虽然同样很多人喷 毕竟育碧的公司法开放世界 也是该被打打喷了 但相比上一代在军事动作上 潜行的代入感上 探查敌行 开火后转移 包抄和反包抄等战略战术上 也确实都做得不错 相比上一代满地图胡乱玩 这代确实需要像个军人一样步步为营 这已经提供给某一小部分 轻度军事模拟玩家很好的体验了 很多人把它当作是突突突的孤岛惊魂 或者当作是重度模拟的武装骑袭来玩 那自然会大失所望 其实这个系列一开始的定位 就是介于爽快和军事模拟中的轻度模拟 前两代口碑好 但也是小众 那时候有几个人知道 放到现在的知名度和热度 一样喷的人居多 虽然《圣哥》《荒野》我认为这么不堪 仍然还是有人玩得津津乐道 你看 各有所好 所以到底好不好不是用分数能衡量的 必须把核心体验传达给大家 玩家自己评判 这个官方可是肯定不会说的 他们是希望说一句大话 所以这个时候像我们这样不站队 以开发组角度出发的 鉴赏就很重要了 不是夸了 说我有确定的游戏 除了以上大而全的残废游戏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真正的缺点 那就是制作组确实有明确的目标 有游戏的核心体验 但是没有成功的营造出来 那这个游戏就蛮是缺点了 比如我觉得华纳旗下的就经常干这种事情 蝙蝠侠《阿卡姆骑士》前两代那么经典 也能感受到游戏想打造混乱城市 蝙蝠夹在城市里自由驾车打击罪犯的体验 但最后却没有营造出来 前作优秀的解谜和战斗 放到这一代的核心体验里 反而成为了败笔 过于傻瓜的战斗 带头弹打了敌人 最后并没有觉得开放地图 哪里能体现出蝙蝠夹的帅气 也没有觉得蝙蝠车好玩 还有疯狂的麦克斯 齿怀王中的战争都有这种感觉 另外最近的《奔发2》还有狙击手幽灵战士系列 最新的《古墓里》《暗影》 都出现这种明明很有核心体验 但是硬是没营造出来的感觉 各位可以自己去想想看还有没有 总之 我们认为游戏真正的缺点 一是想要大而全 结果什么特点都没有 而是明明自己有自己的核心体验 但是迷失了方向 没有营造出来 梳理完了这三层逻辑 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标题 好游戏是什么 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 但是从大的来说 一款好游戏不一定要多么完美 只要它能够突出营造某一方面的体验 让某些人觉得特别入迷 那这个游戏就能称之为好游戏 甚至销量都不能来做游戏到底好不好 而不好的游戏呢 反而是那种看上去没有缺点 但玩起来如白开水一样寡淡 要么就是过于贪心想要覆盖所有玩家 要么就是迷失了方向 没有把核心体验体现出来 那各位想想 这种游戏 似乎能用一个很好的词来描述 鸡肋 所谓鸡肋 实至无畏 气质可惜 而这种说不出味道 也说不出好不好玩的游戏 才是真正的满是缺点的 所有那些自己一玩就不喜欢 找不到乐趣 甚至很受不了的游戏 可能在别人眼里 反而是不可多得的假装 好游戏 从来不为了满足所有人 好游戏 首先满足的是开发者自己 各位可以自己想想有哪些游戏 属于自己不喜欢 但是好像别人很喜欢 又有哪些游戏清淡寡水 明明看上去满是卖点 但是玩下来 所有要素都没有指向这个体验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预避 确实 预避刺客信条这么多代 也只有几代能够营造出核心体验 总之 视频就不一一举例了 还是那句话 各话入各言 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 最后 我确实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尺子 告诉你什么是好游戏 但是我希望各位看完视频能对游戏有更深的理解 想想哪些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其实是制作主的选择 而哪些其实是贪心的产物 哪些是游戏迷失的方向 我相信用这种角度去思考游戏乃至其他东西 会远比用喜欢不喜欢好还是不好 这个简单的二元标准去判断更能获得收获 也更能理解游戏的本质 最后可能有一些人觉得一整期视频都是废话 说了二十多分钟都是我早就知道的道理 但是道理这种东西 并不因为它众人皆知 就能使众人清醒 就连我们也犯过用单一维度平凡游戏的错 就连我们现在都会时刻提醒自己要趋于理性 要排除个人情感 特别像游戏电影音乐这种复杂的文艺 一旦带入了情感 我们都会摄取理智 忘记了道理 毕竟我们都是凡人嘛 但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我们会努力战胜本能走向理智 希望本期视频能够对你所帮助 下期我们聊 好 斯维奇 莱特 GAME科技云同在 我是聂俊